师傅你好 你好 麻烦你帮我看一下83年的初 然后看一下感情 现在感情运波折很大 非常大 我告诉你 现在是一种 现在是到了一个就是人家说像抉择一样的 就是说压力很大 就感情运对你的压力非常大 所以你我希望你自己 每天要薪金要加强了 不要是一遍薪金 你给对方也念一点对方啊 师傅现在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有一个疤狗 然后他现在也是在修心灵法门 然后他就非常想跟我在一起 但是 你能帮我看一下吗 几几年属狗的 82年的狗 你比他大比他小啊 我比他小一岁 我是83年的初 他是82年的狗 这个呢一般的台长呢 希望你们随缘 因为任何的缘分呢 讲老实话 看到的恶缘善缘都有 这个就像现在一对夫妻一样的 一结婚之后吵吵闹闹闹过一辈子 这种也有 但是像这种情况呢 你自己要看的 如果你现在啊 如果他跟你两个人是正规的 你也是诞生他诞生 那你们完全可以谈 如果你如果两个当中有一个有家庭的 那你一定要注意的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师父我听得懂你太厉害了 我当然厉害 我不厉害我做你师父啊 他现在就是说有老婆 他跟他老婆是没有感情的 然后这个你不要去相信 这种男人 这个是他 他背着他 我想跟我再去 然后我也带他去参加了师父 香港的法会 他现在也在修佛念经 然后每天都在念化解我们冤结的小房子 然后就这么化解 我就跟他说 不要特别好 就这么维持着也蛮好 不要不要接近 不行的 就是说我跟他 我跟他 没有办法 因为他现在有家庭 你跟他讲了 你跟你讲了 如果你真的跟你家里没有感情的话 那你我跟你这段缘分 啊我们学佛人也是随缘的 你现在有家庭我就是不能 根据这个现实我就不能跟你在一起的 这话很简单的嘛 这种事情太多了 任何一个男人都可以说我自己跟老婆关系不好 我感情不深 我愿意跟你好 都可以讲的 那这种事情已经害了多少人了 你我不想你再增加一个受害者 你听得懂吗 是的师父我我就是这样跟他说的 我说你是我说我现在是信佛的 我不能做第三者嘛 然后我说我也不能拆散你的家庭 可是他就是我说 我说他说我跟他是没有感情的 因为他是我的初恋嘛 当时也是因为我结过婚 结婚之后他才去跟他现在的老婆被第一个结的婚 然后他现在知道我离婚了 他就特别想再把我 那是他的事 如果他合理合法你们可以 现在不合理不合法不能做 我知道他他现在就是说他说他离婚是迟早的事情 他必要跟我在一起 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我说我就想听我师父一句话 我说师父说我可以跟你在一起 我已经说了不行会影响你的修行 影响你的道恨的 不行的 人生很枯端 这种事情没什么讲 那如果说他后面真的就是说有一天他真的自己离婚了 然后再来找我我能跟他在一起吗 完全可以 就说明他跟那个人真的缘分尽了 现在没尽跑过来跟你讲 而且你不能逼着他离婚 你逼着他离婚你又着急 我没有 听得懂吗 我没有 很简单这些事情师父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 学播人这种事情不能猜 只能合 而且他跟他有没有恶缘有没有善缘 这是他们之间的事情 如果他自己随着缘了真的离掉了 那完全你可以跟他好 为什么不能跟他好啊 因为你们两个人合理合法的好嘛 对不对啊 现在你们这么搞来搞去的话 要搞出事情出来了 你都不知道他老婆多厉害呢 对不对啊 你都不知道他老婆以后会做出什么傻事出来呢 再说他还有孩子你知道吗 是 是 是太厉害了 把孩子还有孩子都看出来了 那当然了 可是 可是师父我就想知道就是说 如果说他有一天 离婚了我跟他能能走到一块去吗 这个我不这个我不想讲 你你走 咱们咱们就是做什么事情随着缘分 他如果真的跟他老婆有恶缘的话 他早点晚点会分掉 这个分掉的话就说明他跟他老婆恶缘散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跟他好 那是另外一个概念 你听得懂吗 嗯嗯我知道了 你不能这样做的 你这样做的话你会造业的不好 嗯 是我也是每天就是这件事情我纠结死了 然后还别人帮我介绍了一个那个80年的猴 嗯 然后这个属猴的对我也挺好的 也想和我谈朋友 嗯 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 你很简单 你随缘 对不对啊 人家如果是你发觉你是真的 无所谓的过去什么过去 过去就过去 过去就是永远代表的没有了 过去就代表的已经结束了 听得懂吗 没有什么过去 而且经过这一段时间你们两个人的性格 各方面都有所改变的 就算就算再怎么样好起来 也不可能像过去初恋时候那种感情的 不可能的 这个你必须要明白的 到时候再吵起来再打起来 因为两个人都有都有自己过去嘛 而且到时候再再重新生活 如果万一当中再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说都看怎么办呢 你不是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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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开始吃苦了 是 要选择要选择的话 选择一个自己真正的秤心的 而不是说哎呀我这个愿力啊 我谁的这个缘分呢 怎么我过去因为跟他好过了 我有点亏欠他 没有这种事情的 没有什么的 主要是他对我太好 我每次我我说我我说我不能跟他在一起 我就看他太那个就是痛苦的那个样子 我就有点心软 没有什么痛苦不痛苦的 等到等到现在是他痛苦 等到你跟他好了之后 接下去等的就是你痛苦了 你想想你不想痛苦 你就现在也不要让他痛苦 你不让他痛苦的话就很简单 按照佛法教理来做 对不对啊 嗯 佛友我们就是佛友 你其他不要跟我讲 不跟你讲 要坚强一点 因为你要知道很多人就是因为自己不坚强 到最后造成自己终身的伤害 嗯 听得懂吗 我知道了 摇摇牙的 很多事情摇摇牙的 嗯 80年的猴可以谈吗 你属什么 猪啊 猪啊 猪跟猴还可以的 猪跟猴还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 一定要知道他信佛 他不信佛 你不要理他 嗯 因为 因为如果一个人 连宗教信仰都没有的人 这个人不会很善良的 我不骗你的 嗯 他现在是无神论 但是他不反对我就是 嗯 先跟他谈谈 保持一下关系有什么不好 好的 对不对啊 好的